嗨大家好,我是小伊之 這一集開箱日本全國店Brickstore 1月發售的這一件 M65魚尾的封衣外套 那這一件是三用的 那一般的話可以像是 這樣子組合起來的方式 它裡面這個青羽絨是可以拆的 然後這樣比較遇寒 那再來的話就是 單穿外面這一件或者是 單穿青羽絨 那就可以有三用的這個功能 好,那這一件是 呃,這個系列的話 版型是比較寬的 然後 有出兩個顏色,一個是身上的 這個橘綠色 然後一個是黑色 然後 這一件是魚尾設計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種大衣 穿起來比較修身 好,然後設計比較素一點 那它是有腰際線的 OK 然後胸前在一個這個 這種軍鋒的元素 那綠色的也有 它綠色的顏色是比較明顯 然後這個版型比較大 我身上穿的是 呃,S號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 這也是已經組裝起來的 所以會看起來比較膨一點 那在浴環的機能上蠻好的 再來的話,呃,手袖這邊 因為它做比較大嘛 然後它有這個 呃,抽層的設計 你可以調整這個 手袖的鬆緊度 那它這蠻好的是 它這個是用 也是用鬆緊帶的 它可以拉出來 然後你拉出來之後 就可以依照個人的那個 手圍 去做調整 好 動我一下 簡單的穿一下 簡單的穿一下 好 好 那就這樣子 會比較寬鬆一點 那冬天就 好暖 之外又好看 OK 好 那這集的內容就到這邊 掰掰